有一个话题 想到那个女生 她是刚刚从一段感情里边 才结束 然后你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然后你就跟她发展 首先在我这看 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会这么干 但是我会觉得 面对一种风险 这个风险就是 我虽然在这个时候 会很快地跟她 建立亲密关系 但是这个会很脆弱 对 她可能是那种 比较情人忧天的女孩子 也可能因为她的情人 是她的初恋 所以她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 她也一直没有 可能没有放下这段感情 孟爷 我觉得她这一点 我有个感受 就是在这个角色 身份当中的人 她其实能收获一种 其他的满足感 就是她觉得 她在拯救她 或者陪伴她 她是会收获一点这种心理 有一种自我奉献 自我牺牲的崇高感 对 自我肯定的那种感觉 是会有的 对 你们发现她就是比较 还是有一点没自信 长得那么帅 对 为什么她这么优秀 好奇妙 她可能付出新人格 会天生有一点 喂 喂 孟菲老师你好 我是一号旅嘉宾王月 声音可以外放一下吗 好 一号的声音外放 喂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有个小小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感觉你这么棒 长得又高又帅的 为什么在感情里面 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卑微呢 就是你的前女友 因为她的前男友发了一条短信 就跟你分手了 那这个事情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吗 其实也是当时我们在一起半个月之后 她看到了她前任的一条微博吧 她那时候就觉得可能和我在一起太快 所以她就提了这个分手 其实就是你当时就在片子里边说的 你知道自己是备胎 对 但是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吧 这又不丢人 谁的心欢不是别人的旧爱 对吧 对啊 为自己的爱争取吗 我觉得不是一个丢人的事情 喂 喂 孟菲老师您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我想和我的妈妈说话 二号妈妈 喂 喂 可以帮我问她一下 如果说她跟女朋友在生活当中 如果因为什么事情吵架的话 她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好了 我女儿问 就你在生活中跟女朋友吵架了 你怎么处理这件事 吵架的话 我觉得如果不是硬性的矛盾 我觉得都会主动去解决 我也不会让矛盾过夜 谢谢 谢谢 就不会冷暴力 这个点是很多女生会喜欢的 就觉得不要耗太久 对 因为其实生气耗太久 都是对感情的消耗 生气了又不分手 有啥好耗的呢 要不干脆直接分手算了吗 直接一点 干脆一点 要么就解决问题 对 要解决问题 对 要解决问题 我刚才略微有点紧张 因为这个题是我们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常见题 清华的就是有点不一样 我告诉你普通青年的回答是 阿姨 你放心 我只要吵架了 我一定会主动道歉的 什么事不管 反正我会主动道歉的 我当时想 如果她也这么说的话 怎么能体现出清华的呢 她回答说 我会主动解决的 对 她用了解决这个词 对 而且比沟通 好像又产生了个行动的那种能力 所以我就解决用得很好 好 更有担当一点 实在一点 是的 对 喂 喂 你好 孟老师 我是5号女嘉宾 可以把我的声音公放一下吗 5号的声音放一下 你好 男嘉宾 然后看到你的VCR就是 一个是你给伊能静英老师送了一幅画 然后我从小也是绘画专业 然后第二个说你在感情里 可能更多是一个付出性人格 恰巧我也是 所以这两点我觉得还挺合拍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会关心到我会不会继续留灯 就是因为你说你喜欢可爱的嘛 我私下的时候会比较可爱 比较运动性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 我对外一定是一个比较成熟和独立的一个状态 你能接受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的可爱就归我一个人所有了 好会 情商高 好会说吧 这个男的太会了 他太会了 他情商好高 我好喜欢情商高的 他太会了 救命 当然我这事也开个玩笑 好的 我觉得人是活的吧 所以我们都可以随机应变去应对不同的情况 而不是说你只要把可爱这个行为一贯到底 好的 这个男的真的很不错我觉得 不是我的菜 我感觉我在一起可能会欺负他 我感觉我在一起可能会欺负他